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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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谈判交易的时候 最适宜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水 用来降解火气 二 催财方法 一 灯光开运 在风水学中 好的风水讲究旺气方位一明不一暗 做人就得光明正大 来财也要正大光明 你可以在旺气位置上面的安装一个彩灯照着彩位 在风水学中的光具有生气 能够引来和催动旺财运的作用 二 催旺财运的颜色 不少人家中的装修喜欢用深重的色调 这样看上去虽然是很有情调感 但常年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可不行 尤其是书房的布置更不易采用重色调 书房主事业 重色调会压日主事业运 这样会使人在无形当中的有一种压抑沉重的感觉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以颜色用来调节风水 选择恩狗催财的颜色 三 炉火兴旺 家族是否兴旺和炉火有很大的关系 若家中炉子破旧不堪 那么最好是翻修或者更换 炉火是家人做饭必不可少的工具 那么炉子的风水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炉火旺盛 家财万贯 人丁兴旺 子孙有福分 容易敛财 若炉火不旺 则家人穷困潦倒 四 家中悬挂五地钱 五地钱有取邪避害保护家人的作用 同时也能够起到招财进保的作用 若财运来了会发笔横财 那么在家中悬挂五地钱 能保证顺利拿到钱财 五地钱的摆放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可以摆放在悬关处 能为家庭避开要挟 招来财运和福祉 帮助家人更好的赚钱 五 家中摆放育白菜 白菜谐音摆财寓意极力 适合摆放在办公室吸纳器语 调节平衡风水 若公司发展不太顺利 业绩下滑严重 可以摆放育白菜来抵挡灾难 突破瓶颈 也同样会对人有振奋信心的作用 让决策者在做业务决策时 更加的冷静和过断 以此带领公司取得业绩的突破 六 植物开运 植物具有生发作用 不是生头发的生发 而是生长和发展 在神秘学中代表的是生机勃勃 我们可以在家居忠望气味上面 摆放一盆生机勃勃的植物 可以起到旺财催财的作用 但是千万要注意 如果植物叶子呼簧 或者是长势不好 赶紧拿走 这对财运不利 七 财神 财神分武财神和魂财神 财神静之得道 可以全家或企业财运行通 静之不到 财神则会变为散财之神 让家庭耗财破损 尤其是武财神关公 如静之不到 不但不能带来财运 关公的那口大刀还会伤人 一般原则是 武财神要面对门口 文财神即面对门 八 八卦招财包 先准备好一个红色的小布包 再布上货贴或挂个八卦图 布包内放五股 黄豆 黑豆 绿豆 红豆 以及米各少许与盐混合 再将布包包绑上红线 逢春节时 在门廊或者是店门迎风处悬挂 只要有人进出或者风吹过 就有迎风生财的效果 必须每年一换 可去晦气 增添人气和增强财富运 九 钱币开运法 随时在身上的钱包里边 放三个古铜钱 可以以财引财 逐渐开创财富 不过 因为这些是用来引导财运用的钱币 所以不能用现代流通中的钱币 免得不能区隔开运钱币 于一般钱币 不小心会把它使用掉 造成这三个铜钱 一直都不是同一族铜钱 而无法发挥影响力 让财运变得不稳定 十 硬币具财法 准备六枚一元硬币 最好年份全部相同 将其回成一圈 且反面朝上 摆入同志的圆盘之中 并在硬币所回成的圆圈中心 用朱砂点上红点 准备妥当之后 将此通盘摆放在阳光之下 切记被雨露打倒 阴木降临之后 记得收起来 但是每月的15号 需要将其摆放在月光下面 保证能够充分的 吸收月光的精华 如此反复操作 三个月之后 可停止下来 用此方法 可将财富牢牢的把握在手中 完全不用担心 钱财流失的太快 除了可以借助硬币 进行聚财之外 还可以通过百元大钞 进行聚财和旺财 将崭新的100元钱 放置在米缸之下 可以保障生活变得 更加的硬实起来 十一 在家中摆放鱼缸 风水上称为 山管人丁 水管财 水象征着源源不断的财富 所以 催财最好用水 而鱼又象征着 生活富裕有鱼 所以在家中 治水养鱼 是既简单美观 又有效的催财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鱼缸 摆在不吉利的位置 十二 注意家宅大门 大门是什么 进入住宅的必经之处 是空气之口 关系着整所住宅的气局 是羊宅风水的第一要害 我国传统的建筑 都十分的重视大门 将大门布置的整洁干净 无杂物阻塞 明亮清净 也是有效的风水摧彩方法 十三 疏导法聚财 家居中杂物过度 往往会钱财不拒 因为家居的容量 是一定的 杂物之气 占住了容量 财气自然就无处藏身 其后果是因烦而 胡乱消费 越消费越烦的 这就需要用疏导之法 来进行调理 一方面清理家居中的杂物 另一方面的 把相关的家私 按风水原则摆放到位 让财气有处可进 十四 遮挡法聚财 很多人为了图方便 把水龙头安装在阳台或者卧室 遮在家居风水中 往往会产生钱财外流 因不利之事 破好钱财的情况 一般采用遮挡法 来进行化解 比如用相关物件 演示一下水龙头 或者是安装收纳型的水龙头 十五 隔断法聚财 此法用于解决 穿心上的情况较度 为何穿心上 假而言之的就是 有与门窗过道 等相对的原因 家居形成了一个 能让人一眼就看穿的通透部位 其不利的风水后果是 宅主 一因病灾等知识而破财 此最简单有效的化解方法 是用屏风等隔断相关部位 使其通而不透即可 财气只有近得来 并且不会流失 才能对宅主的运势 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